噴噴噴 餵兩餐 又要好吃又要省 更加要煮得簡單 那就千萬別錯過這一餐 日本的經典家庭料理 照燒雞 就是今次的晚餐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一家之主 一講到簡單而煮又好吃 的日本料理家庭菜式 照燒雞 這一款菜式 真是簡單易煮兼好吃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照燒雞的最基本的煮法 首先拿出一片雞腿肉 洗乾淨後抹乾水 這樣就可以切由雞肉雪藏味果浸除 然後將厚肉的位置平均撇開 它片完之後 就令到雞扒厚薄平均 煎完之後就更清濕 接著再在雞肉面 用刀割一下它 雞肉就會比較容易煎得熟 而且還不會熟熟的時候 捲一塊 再捲一塊 接著再反轉雞腿肉 在它背後面不斷刀 這樣做在醃製的時候就會更加入味 煎好的時候就更加美味 急凍的肉類要煮得好吃 有兩個絕招就一定要知道 第一招 味道蓋味道 加些薑肉是基本的第一步 均勻地塗在雞肉的表面那裡 這樣就可以蓋過雞肉的雪藏味 帶出雞肉本身的鮮味 這樣煮出來就會更加美味 接著加一湯匙醬油 這樣就可以更加入味 然後再加些少許調味酒 醃的時候只加少許就足夠 因為煮的時候還會再加調味酒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在一邊發牛豆 醃它15分鐘左右就足夠 因為煮的時候還會再加調味酒 煮這個日式照燒雞 要煮得好吃又好吃又好吃 好看 學會以下這幾個步驟 就自然有辦法 首先開火燒熱鮮 加油的時候要好腥 出手要好輕 太多油的話 吃起來就誰都害怕 煎雞扒 首先把雞皮貼著鮮 如果煎起來 聽到啪啪聲 好大聲 那就馬上調慢點火 不是一陣子就很容易煎焦了 這樣就認真不妥 因為這片雞肉有點厚 要煎它超過3分鐘才足夠 但是雞油越來越多 避免油彈到到處都髒了 我就馬上蓋上一張隔油紙 其實最好當然蓋上鍋蓋 不過打爛了 唯有用一張紙來 得過扯過 雞皮都好像煎得差不多 蓋上一張紙 煎多一陣子 應該就很快搞妥 煎到差不多 在這個時候 雞皮已經煎到金黃 不想吃了 看見就想吃 但也不能吃 整個餅都是油 先把多餘的雞油 先抹走 這樣吃起來才不會太過膩 來到這個時候 都還未反轉片雞腿肉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千萬不要大驚小怪 因為有個日本廚師告訴我 煎雞皮的時間 和煎雞腿肉的時間比例 竟然是2比8 即是說 雞皮煎到它很熟 才再煎雞腿肉 現在可以加些調味酒 去除肉類最後的腥味 因為酒精揮發的時候 腥味就可以一起帶走 然後用慢火煮到它分多鐘 不斷地蓋上一張紙 接著時間就揭開紙 看到片雞肉表面 都已經小小縮 雞皮也都煎到金黃上色 確是不足 在這個時候 我們首先拿出一片雞腿肉 然後接著旁邊這個表 製作一點點 照燒雞的美味醬料 醬油2湯匙 接著味淋1湯匙 最後 砂糖加一點 這樣就可以做出 照燒雞的美味醬料 醬料拌勻煮滾 一於放一片雞腿肉 將雞肉表面煮熟 在這個過程 可以做個大廚 假裝有型 將雞扒動來動去 兜起醬汁 不停淋一下它 這樣不僅可以煮熟雞腿肉 而且很快就煮好這片 美味的照燒雞肉 一片香濃美味 亂滑軟熟的雞腿肉 不用一陣就煮熟 這個日本人氣無敵的簡單菜式 只要學會 隨時都可以自己做荔枝 而且真的美味 兼有益 雖然看起來都挺好吃 但是要洗兩次砧板 兩次刀 究竟有沒有方法可以 再簡單點 將你的照燒雞煮好 其實煮照燒雞 最重要是醬汁 想快點 原來再簡單點都還可以 切開來煮 時間就可以節省 不用將雞腿肉 拿出拿入 煮完之後再切來切去 又要多洗一次砧板 再洗一次到 真是有點煩 要用這個新方法來煮多餐 首先用袋裝好雞腿肉 跟手放一點鹽 再加一點胡椒粉 最後再加兩匙羹生粉 然後將袋扭緊 起勢用力將它熬均 熬了一陣 就可以放下等一等 雞肉已經準備好 跟著跟大家分享多一次 醬料怎樣做 加一湯羹醬油 跟著再加兩湯羹味淋 喜歡可以加點糖 或者加點芥辣醬 最後將這個調校好的醬料 認真攪勻 就可以放在旁邊 等一等 這樣就可以又快手 又穩陣 馬上開火 燒熱地煎炒 跟著就趕快 下油轉中火 然後將雞肉順著試針 一塊塊放好 不要搞錯 因為反轉雞肉的時候 每塊雞肉 每一面都煎到剛剛熟 終於反好雞肉 再開蓋子 再蓋上蓋子 煎多一陣子 很快便吃到美味的照燒雞肉 炒烧鸡肉 原来十分钟都不用就可以煮到这个 美味的炒烧鸡肉这个菜式简单易煮 学会了想吃就吃 真是随心所欲